这个可以说啊就是让所有人闻风丧胆的内蒙古那一天28号李月如期待她今天的表现 开场到现在内蒙古已经是连得五分啊 而且呢现在啊对浙江丑州整个的一个限制啊限制的比较多 所以说呢也是导致这样猪肉开场到现在以后一分未得李月如这边直接给到跟进上来的 这应该是三号杨立维啊 有事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其实现在压力很大 而到现在呢被内蒙古啊直接是限制的非常的死卡的非常的死 你看李月如一个人进来以后啊就是吸引了两个人的防守但是依旧打进 这第一节非常疯狂的炮火将会有着怎样的一个改变吧 这个通过现在这个状态来看吧我感觉可能还在挣扎着啊 但是我觉得从体育精神来说吧 李珊珊给那些李月如你这个就是李月如个人的一个能力啊 这不得不说就是个人的一个能力都在20分20分开外这样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20分啊就是甚至有的可以达到40分啊 啊这是两分这是来自李月如的一记长两分 真的是提气 因为一开始从第一节到现在就感觉打趴了啊 真的是打趴了直接来到内线杨立维没能打进 但是跟上来还有李月如啊 篮下再一次打进 两个人的配合情云流水 这是绝对高度啊 但是李月如第一下篮板球呢没有能够将球打死 我觉得这些戏也结极了 拿上来之后整个的一个内线压力会非常大 走出来李月如在篮下顶着两个人还可以打进 李珊珊往里突 张国神来 篮下没能打进 李月如这一下篮板依旧拿得住啊 球没拿住啊 跟进来 李月如两分直接上篮得分 就李月如这个身材优势身体优势啊 往那些那么一站啊 这两分几乎就是有了 可以反接 大范围的一个转移 李月如在篮下顶着郑浩仪 虽然说郑浩仪啊这个臂长啊比较长 但是无奈呢就是这个 郑浩仪啊他整个的一个 太瘦了啊 还是太瘦了 就是在压时间 真的就是在压时间啊 篮下 最可怕的就是到这个时候啊 李月如还在得分啊 这就比较可怕了 这眼看着是想把 比分往50分去拉呀 1分19秒 1分19秒 2分19秒 2分19秒 这就不容易了 中了 火垗 2分30秒 为什么 说 傻子